美联储最新的点阵图预计 今年是从下半年开始会降息三次 上周美联储官员还出来放音 同时出的通胀CPI还是高于预期的 不过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市场预计 或者说市场真金白银交易出来的 美联储今年要降息的幅度 居然还从六次提高到了七次 连三月降息的概率也都提高了 现在到了80%以上 有的交易员甚至还认为 美联储三月会降息五十个几点 看来市场是彻底认可了 今年美联储要投降 大家说这次到底是谁对谁错呢 不过我想告诉很多投美股的朋友 你要知道你期待的是什么 和你想的正好相反 如果这次真的是市场对了 并不是什么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看这个图 红线画的地方 快80年的过去的历史上看 一年降息大于等于六次 也就是降150或者以上几点 基本上都是当年发生了经济衰退的 唯一的例外就是两次 一次是80年来的时候 当时是美联储主席 Paul Walker将利率推高到了 20%的超紧缩政策之后进行的降息 还有一次就是60年代末 那次是因为越南战争加剧的国防支出 所以都还和现在的情况没法比 真要今年降息六次以上 大概率美国经济可不是软着陆 而是硬着陆 可能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觉得 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这么多的原因吧 而如果降息又是硬着陆的话 这对股市可不是什么好事 历史上这种情况基本都是降息前的 股市还可以涨一会儿 但是降息以后股市就要大跌了 所以说你还会期待 今年美国会降息这么多吗